我们请保持站立 我们现在一起低头莫倒 来向天上的真神来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带领我们进入到了第三个晚上的步道聚会 从第一个晚上我们学习到如何摸到耶稣 原来我们要用信心来追求你 必定能够体验到你 因为你是永远活着的真神 我们第二个晚上 昨天晚上学习到了如何听见耶稣 原来我们今天 你带领我们来到了教会 这里有你的话语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打开我们的耳朵 用心来听 愿意顺服你的话语 这样必定能够听到能够明白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 如何看见耶稣 主啊今天在世上我们追求很多事情 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祈求你借着道理 教导我们明白你是如何的美好 让我们学会转向你来看向你来追求你 明白你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最值得追求的 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亲自带领今天晚上的步道聚会 打开您仆人的口阐明真道 打开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亲戚朋友的心的耳朵 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所听的道理 来认识你的美好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天上你的圣名 但愿平安福气临到今天每一位来救进你的人 和平安福气临到今天每一位来救进你的人 和平安福气临到今天每一位来救进你的人 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请坐 再次的欢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戚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 温哥华教会 今天晚上是我们第三个晚上的步道聚会 我们继续请留恩谁传道来为我们正道 奉主书圣明在这里分享圣经里的话 我们步道会的第三个晚上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如何看见耶稣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再用肉眼去看到耶稣 不像当时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当时的人是可以看到耶稣的 但是圣经上有提到我们信徒看见耶稣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中 所以这个就引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如何看见耶稣 请翻开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第九节的开头写到唯独见耶稣 两千多年前那些可以用肉眼亲眼看到耶稣的人 他们抵挡了耶稣 他们抵挡了耶稣 嘲笑他 而且拒绝他 这些人他们看见了耶稣 但是不接受他 然后直到今天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是基督徒 今天或许我们有些人会希望能够用肉眼亲眼可以看到主耶稣 但是就算我们能够用肉眼亲眼可以看到主耶稣 但是就算我们能够用肉眼去亲眼见到耶稣 这并不一定能够增添我们的信心 在圣经中对耶稣的外貌并没有做描述 那我们对耶稣外庙的描述有最接近的线索呢 是在旧约当中 请翻开以赛亚书53章 以赛亚书53章第二到三节 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牙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第三节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经常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让我们可以羡慕的美貌 伊赛亚在这里预言 耶稣并不是一个外貌上 非常优越好看的人 主耶稣他的外貌 并没有特别的地方 然后回到耶稣2章9 然后我们再回到 西伯来书2章9节 有提到 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这就告诉我们 耶稣的外貌 其实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那他的外貌跟天使的外貌 是相去甚远的 在新约中的作者们 都没有对耶稣的外貌 身形做任何的细节描述 所以在圣经当中 耶稣的外貌 是不重要的 但是重要的是 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看见神 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 但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 是需要透过我们心中的眼睛 所以今晚的布道会 分享这个主题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看见神的一个原则 我们想要看见神 是为了要能够更加认识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在我们肉体的生活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 也不会去看到神 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 我们就能够也会去看到这个真神 但是我们要看到真神 必须是透过我们心中的眼睛 所以我今晚的正道会是基于这个主题 而不是根据一节经文来讲 我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原则的层面 那第二点就是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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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点就是原则上 就是关于有这个心灵眼睛的重要性 能够看到神 第二点就是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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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实际实践上 那实际实践上呢 就是要知道 有保持洁净的心灵 有清心 能够真正的去感知到神 这个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会讲两点 第一是原则 第二是实践 那我们先从原则说起 那原则方面 就是要讲到 有心灵的眼睛的重要性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这一整章讲到的是 主耶稣医治了一位 生来救失明的人 那这一整章谈论的 都是肉体上面的医治 它们这边有记载 耶稣吐沫在地上 然后用他的唾沫和泥 然后将这个唾沫和尘的泥 放到虾子的眼睛上 但这里很重要的教训是 这位虾子 他遵守了耶稣的指示 那他去了西罗亚的池子里 洗净之后呢 他就获得了他肉体上的视力 那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那这个虾子在肉体上可以看见了 所以这位虾子就能够认识主耶稣是这位又活又真的神 and by the end of John chapter 9 we can see that this man this blind man can finally worship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cause he received the physical sight 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末后的时候呢 有写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虾子能够开始敬拜主耶稣了 因为他现在能够看见了 and meanwhile in John chapter 9 verse 39 to 41 Jesus implies that the Pharisees were spiritually blind 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三十九到四十一节当中 这里主耶稣有暗示法力赛人是那些在属灵上瞎了眼的人 in John chapter 1 verse 18 John declares that no one has seen God anytime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中 约翰有宣称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the apostle Paul also confirms this in 1st Timothy chapter 6 verse 16 whom no man has seen or can see 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中 也证实人是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so we know that this is a reality that nobody can see God with physical sight 所以我们就可以确认这个现实 就是没有人能够用肉眼去看见神 but when we can see something because it is a gift from God that we can see with our natural eyes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就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见东西 but the purpose of seeing things is not that so we can see God 但是能够看见这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能够看见神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 reveals a simple truth to Moses 在旧约时期神向摩西揭示了一条非常简单的真理 let us read Exodus chapter 33 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 Exodus chapter 33 verse 20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十节 Exodus chapter 33 verse 20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十节 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所以这节经节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见神 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那些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的 但我们不圣洁 所以我们是被禁止看见神的 不然我们会死 i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8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我们对于这节经节都非常的熟悉 让我们读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8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As a believer and the follower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need to recite this verse Bless of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身为主耶稣的信徒 跟征水主耶稣的人 我们要常常背诵这节经节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 而且我们会看到神 但这并不是说 对于那些有清新的人 主耶稣就会提供 面对面 见到祂的这样的意向 Instead It is saying that those who cleanse or purify our heart can't see God 相反的 我们要了解的是 祂告诉我们 那些清洁了心灵的人 都能够感到神的存在 But seeing God means to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看见神 就是能够感到祂存在的意思 Because we are not allowed because we are not allowed to see God 因为我们并不被准许 去看见神 But we can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但是我们可以去感知到神的存在 And the promise of seeing the presence of God is spiritual 那这个看到神的存在 就是属灵层面的 But it is only those who are pure in heart 那只有那些清新的人 能够见着 So let us all dig deeper Let's talk about the principle of seeing spiritually 所以我们往更深的层面 再看过去 这是看见属灵这个方面的原则 Let us turn to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8 请翻开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8 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祂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祂在圣徒中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The English NKJV It's not very accurate But the Chinese version It's a lot closer to the original text 英文的NKJV 新清令本的翻译 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中文的翻译是比较准确的 So in Chinese it says 你们心中的眼睛 So this is very accurate Only if we have the eyes of the heart Can God be seen with 只有我们拥有这个心中的眼睛 我们才能够见到神 It is this eyes the heart Are being enlightened By the hope of God's calling 这个心中的眼睛 是被神呼召的盼望 而来打开开启的 So this verse talks about Having the eyes of your heart Open or enlightened 所以这张经节 就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心中的眼睛 被开启 So the word Understanding In NKJV Literally means Heart 所以在英文的 心清定版本这边写 你认知的眼睛 就是其实指的是你的心 So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It requires heart 所以要能够理解真理 就需要用心 And it means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And see things spiritually 也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从属灵的层面 去理解并看见事情 So it's not based on physical eyes But rather spiritual eyes 所以这个靠的 不是我们肉体的眼睛 而是我们属灵的眼睛 But this spiritual sight It helps us grasp the hope of God's calling 所以这个属灵的眼光 可以帮助我们去抓住神 对我们的呼召 So we can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belong to Him 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 神为那些属于祂的人 所预备的永恒的基业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exactly is this eyes of the heart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心中的眼睛 到底是什么呢 We first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heart possess its own set of eyes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 心是有它自己一双的眼睛 Scientic research has even indicated that the heart functioning its own nervous system 有科学研究显明 心脏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神经系统 is separated from the brain 这一套神经系统 是跟大脑的神经系统 是分开的 So in the medical term the word heart represents our authentic selves 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心代表的就是我们真实的自我 Do we may Do we We may notice that our heart is always looking around and searching around 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的心 总是在环顾四周 不断地在搜寻 So when we want something when we are looking around first it's from the heart this is why when we open up our computer what do we do we google right 所以当我们想要一个东西 我们开始四处搜寻 这些都是重新发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比如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 我们就开始上谷歌 去做搜寻 Even before we go to a mall and do a window shopping it all begins from our heart 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去 要去买东西 然后要去这些商店 看商品 这些都是重新发出来的 So the eyes of the heart serve as a guide 所以这个心中的眼睛 就是我们的响导 The eyes of the heart act as a GPS 那这个心中的眼睛 也就像是一个 卫星定位系统一样 So we have the option to follow our heart because our heart tells us the direction of our life 所以我们有这个选择 能够去跟随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会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的方向 After all Today we all need a GPS to go to places 那今天我们都需要 有这样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And today within our heart it also aligns us to either follow God's teaching or follow our own heart 那今天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的心 是要去跟主耶稣的教导一致呢 还是要追随我们自己的心 And today if our heart is telling us that we want to follow Jesus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心 告诉我们 我们要跟随主耶稣 Then we know that we need to keep up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灵修上 必须要跟上 Then we will engage in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那我们就会开始 查考神的话语 Then we will tell ourselves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and pray to our Lord's Christ 那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祷告 需要跟主耶稣有交流 So only through the eyes of heart This is when we develop this spiritual sight 所以只有透过这个心中的眼睛 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眼光 Today if we say that we want to follow Jesus But the question is Where is Jesus? 今天如果我们说 我们想要跟随主耶稣 但是问题是 主耶稣在哪里呢? But if we tell ourselves that we want to follow Jesus This is what we tell ourselves we need to keep up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要跟随耶稣 那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在灵修上有长进 We cannot see Jesus 我们看不见耶稣 But the eyes of heart is telling us that we need to study His word The eyes of the heart is telling us to pray to God 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 会告诉我们 我们要研读圣经 我们要查考神的话语 要祷告 Because only through the eyes of heart We can also discern spiritually 因为只有透过这个心中的眼睛 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层面上 能够有辨别力 Rather than relying on our natural and logical reasoning 而不是去依靠我们这种自然的 或是用逻辑推理而得出来的方法 Now let's upgrade this question 那我们现在再提升这个问题 到另外一个层面 How How can we enhance the clarity of our eyes of the heart to better seeing the heart of God 我们要怎么样 增强我们这个心中眼睛的能见度 清晰度 能够更好地去看见神的心 The reason why so we can see a better or 20-20 vision spiritually so we can truly see Jesus clearly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完美的视力 能够非常清楚地 看见主耶稣 And the solu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God's spirit is the one who unlocks the eyes of the heart 那这个答案 这个解决的方式 就是神的灵 是打开我们这个心中眼睛的那个灵 Let us read 1 Corinthians chapter 2 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1 Corinthians chapter 2 verse 9 to 12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2 verse 9 to 12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第十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 深奥的事也都参透了 十一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12节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 神的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 因为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神的事 所以要让神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 这就非常的重要 No one sees things of God 没有人能够看到神的事 除了神 But only if God himself Can perceive his own truth 因为只有神 他自己能够渗透他的真理 And then the spirit of God Enters our heart 然后神的灵 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And this is when God's spirit Reveals the truth 然后神的灵 就向我们 启示他的奥秘 他的真理 So today owning the spirit of God Allow our hearts To truly see The truth And the things Spiritually 所以今天 只有神的灵 能够让我们 看到真理 能够在属灵的层面 看到事情 So when the Lord Jesus Proclaims Bless all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所以当主耶稣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It indicates The need for us To ensure that we invite The spirit of God Into our hearts First 这就向我们显现 我们要确保 先将神的灵 请到我们的心里 We need to purify Our hearts 我们需要 洁净我们的心 And by doing this Then we can possess The perfect visions Of the eyes Of the heart 只有这样做 我们心中的眼睛 才能够拥有完美的视力 Leading a pure heart That enable us To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那我们就能够 获得一颗清洁的心 能够感知到神的存在 When I was younger 当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My mother and I Decided to go to Chinatown To buy grocery This is before we came to church 我跟我妈妈就决定 要去中国城 买一些菜 这是在我们来教会 信主之前 On that Saturday afternoon In October of 1991 这是在星期六的一个早上 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 At 2 p.m. My mother and I Waited for New York City subway For about one hour 然后在两点的时候 我们在纽约等地铁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 And when we're about to leave At the one hour of waiting We decide that there's no train Why not just go home 那我们等了很久 就觉得没有车子来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回家呢 And maybe about 3.15 Or 3.30 A church sister came to the subway platform Also waiting for the subway To go home 但是在三点十五 到三点半之间的时候 有一位教会的姐妹 也是来到这边等地铁 然后也是在等地铁 可以回家 And when we're about to leave And the church sister who's also Chinese Telling us Don't leave yet Let's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 那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 这位教会的姐妹 她也是华人 她就跟我们说 先不要走 你再等一下 And somehow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A train arrive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铁 我们要乘坐的那一班地铁 就到了 So eventually The subway came And the church sister And my mother and I Three of us went inside The train 那这个时候地铁到了 就是这位姐妹 还有我的母亲跟我 我们三个人 就进到了地铁中 And that is when she started to preach to us 然后她就开始 跟我们传福音 And for 45 minutes S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Lord Jesus wearing a white rope 然后四十五分钟 她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主耶稣身穿白袍 And the whole time My mother and I thought that If we go to True Jesus Church We can see the physical Jesus 所以在这段 四十五分钟的时候 我们一直听到的 我们就以为 我跟我母亲都以为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就可以看见 用我们的肉眼 看见 这个穿着白袍的耶稣 Because as this church sister was doing evangelical work She sound like If you go to church You can't see Jesus 因为当这位姐妹 在跟我们传道的时候 她讲的好像就是 你来到教会 你就可以看见耶稣 So one week later We went to True Jesus Church In Queens, New York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 纽约的皇后教会 The minute The second we step inside The Queens Church My mother and I We were looking for Jesus 所以当我们踏入 纽约皇后教会的 会堂的时候 我们马上 我的母亲跟我 就马上开始 寻找耶稣 We were looking for 2,000 year old man 我们在找一位 两千多岁的老人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everyone in True Jesus Church are Chinese 然后我就发现 真耶稣教会里 都是华人 Where is Jesus? 那耶稣在哪里呢? That's how we realized that we got deceived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被骗了 But then the church members say that you will see Jesus Danshi 信徒就告诉我们 你们会看到耶稣 You just have to pray You can see Jesus spiritually Zai 属灵里 Zai 灵里 Zai 灵里 就可以看见耶稣 What does that mean You can see Jesus spiritually? Danshi 当你说 你能够在属灵上 看到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But then the church says That you can see Jesus If you open your heart 那这个信徒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打开你的心 就能够看到耶稣 And this is how The church introduced us The prayer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那教会就是这样 向我们介绍祷告 还有圣灵的能力 That if we have the Holy Spirit We can see Jesus 如果我们有圣灵 我们就能够见到耶稣 So it all makes sense 那这些都很合理 But it takes time To understand this principle Danshi 要真正能够理解 这个原则 是需要时间的 Bottom line It requires the eyes of the heart 也最后就是总结 是需要这个心中的眼睛 才能见到 So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second point The practical 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 就是实际的方面 The practical i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pure heart To truly see The presence of God 那在实践方面 就是要拥有一颗清洁的心 能够看见神的存在 他的重要性 We establish that we cannot see God 我们已经刚讨论了 我们看不见神 However with spiritual sight At least we can see And experience The presence of God Danshi 当我们有 鼠灵的眼力 我们就可以看见 可以感知到 神的存在 I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8 The word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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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在马太福音 五章八节中 这个字 清新 这两个字 Original text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word pure pure means clean 在原文中 这里指的是 清洁的意思 So only if a clean heart We can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So only 我们需要 有一颗清洁的心 才能够感知到 神的存在 But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word pure pure has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Danshi 在原文的 清洁 有三种 不同层面的 干净的意思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of clean 就是有三个 不同层面的 干净的意思 The first definition of clean is clean as cleanse or wash 那第一个 de意思 就是 是洁净 或是洗干净 de意思 So if we truly want to see God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our heart is clean or cleanse or wash 如果我们真的 要看见神 那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心 是干净的 是洗净的 So if our heart is filthy dirty and not clean then it is impossible to perceive the presence of God 那如果我们的心 是不干净的 是污秽的 那我们就不可能 感知到神的存在 Let us read Hebrews chapter 10 vers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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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神面前 So in this definition of the word pure a pure heart would be the one who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water which is the word of baptism 如果是用 这个干净的意义 来说的话 那就是透过神 保血的洗礼 来洗净 Wash with pure water means that washed by the precious bloo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用活水洗净 就代表 用主耶稣的 保血洗净 So in order to be pure in the eyes of God 所以要在神的眼中 看为洁净的话 one must be cleansed and washed 那我们一定要 被清洗干净 but only cleanse and wash by pure water 那一定是要用 洁净的水 去洗净 and this pure water is the living water our baptism by the living water 那这个干净的水 就是活水 就是我们教会 活水的洗礼 the next definition of clean is clean in a Levitical sense 那在第二个层面的干净 就是立位层面的一个干净 our first evangelical night we talk about how the bleeding woman with blood disorder for twelve years she was considered as unclean accord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law 那我们在第一节的 布道会当中 有讲到血漏的妇人 那她在旧约的 礼法当中 她是看为不洁净的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sharing animals would describe as either clean or unclean animals 所以在旧约时代 有一些动物 他们就会被分类为 干净的 洁净的 或是不洁净的 但是在我们讨论 干净 洁净或是不洁净 这些都是在主耶稣 基督为我们牺牲 在石架上之前的事情 但是在主耶稣受死之后 我们就不是在 摩西律法的管制之下 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吃这么多我们喜爱的食物 比如说猪肉 比如说猪肉 比如龙虾 或是虾子 so after Jesus' death they are unclean they are no longer unclean in the eyes of God 所以主耶稣基督受死之后 因为在肉体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了 所以一切都消除了 and our third definition of clean or pure is as if it's free free from sin free from corruption 那第三个洁净的意思呢 就是是自由的 就是在没有堕落 没有罪恶 free from unnatural desire free from lustful thoughts and desires 就是我们不再被罪恶跟私欲捆绑 free from what is false or false teachings 然后我们也不受这些假的道理的影响 this definition of clean is directly to understand what a pure heart to be free from what is sinful 那这个层面的干净 就是在讲清洁的心 就是能够脱离罪恶的心 so a heart that is so pure that is free from sin this is when we can see God 所以拥有一颗清洁的心 没有罪恶的心 我们就能够见到神 because when our heart is so pure we are free from evil desires 因为当我们的心是这么洁净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私欲 we are no longer controlled by sinful and evil desires 我们就不会被这些罪恶跟私欲 so捆绑控制 let us read 2nd Timothy 请翻开 2nd Timothy chapter 2 verse 22 2nd Timothy chapter 2 verse 22 2nd Timothy chapter 2 you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轻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得 仁爱 和平 所以我们看后半段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当我们逃离私欲跟罪恶 我们就会追求神的公义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增添我们的信心更加的信靠耶稣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效法耶稣真正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心中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都是从我们清洁的心来的 所以要看到神的存在 只有清洁干净的心才行 所以这个心需要被清洁需要被清洗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鼓励我们他用的词是逃离少年的词 这个就是洁净的意义 它 means that we need to escape we need to run away we need to flee from it 也就是我们要逃避我们要逃走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充满罪恶 也能力非常大的一个社会 我们知道社交媒体还有我们看的各项影视的娱乐节目 都是非常强烈的信话 这些流行文化会非常有力量地在影响我们的思考 尤其是影响我们的信仰 所以要能够维持这个清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们都想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但是我们觉得很困难 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看不见神 Let us read Psalms 51 请翻开诗篇 Psalms 51 verse 10 Psalms 51 verse 10 Psalms 51 verse 10 但是这一节的后半部就是实践方面的 是我们可以放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所以在第十节的后半段这里写到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它告诉我们这个清洁的心是我们需要保护的 然后透过圣灵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灵 then we cannot and will not have a clean heart 我们不会也就不能有这个清洁的心 we can use all our muscle and physical strength to have a pure heart 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有的力量 我们肉体的力量 想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but if we don't rely on God meaning that we don't pray to God 但是如果我们不依靠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 then we will have no strength from the above to charge up our heart 那我们就不会有上头来的力量 加添我们的心 so in order to walk the way Jesus walked we need the spirit to help us to charge our heart 所以要能够走耶稣走的路 我们就需要神的灵 能够来充满我们的心 Today we all know that we are far away from God and we cannot see God because of sin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离神非常的远 我们看不见神因为我们有罪 but our Lord Christ sacrificed himself for us 但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了 Only if we believe in him then we will have eternal life 只有我们信他我们才能得永生 but if we believe in him we need to depend on him and live according to his teachings 那如果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要信靠他活在他的教导当中 but the solution is not that dramatic the solution is to allow the spirit of God to charge our heart 但是这个解答其实不是这么戏剧化的 它很简单就是让神的灵 来充满我们的心 just like a cell phone without charging or recharging our phone this is useless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如果我们不给他充电 他就完全毫无用心 we all know that we want a pure and clean heart so we can see God but first the heart need to be charged by God's spirit 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有一颗清洁的心 让我们可以见到神 但首先这颗心必须被神的圣灵充满 so today if we truly want to have a pure heart so we can see God so today if we truly want to have a pure heart who was about 11 years old 当我双胞胎的弟弟大概11岁的时候 11 or 12 years old 11或12岁的时候 and in his prayer he saw a vision 在他祷告当中他看到了异象 and he's about 10 minutes younger than me 他大概比我小十分钟 in his prayer he saw this vision he saw a giant golden gate 在他的祷告当中 他看到异象 看到一个非常雄伟的金色的大门 and he saw two angels standing before a grand gate on each side 他就看到两个天使 站在这雄伟大门的两侧 and even though the gate was initially closed 虽然这个大门最开始的时候 是关闭的 but one of the angels asked my twin brother if he had a pass 那其中一个天使就问我 这个双胞胎的弟弟 他有没有这一张通行证 so the angel directed my brother to check his pocket 天使就指示我的弟弟 去检查他口袋 and to his surprise my brother discovered that there's a golden pass inside his pocket 那我弟弟就很惊喜地发现 他的口袋里是有一张金色的卡 so he presented that golden pass to the big angel 所以他就将这张金色的卡 交给天使 and that golden card represent the holy spirit 那这个金色的卡 代表的就是圣灵 so eventually as he gave that golden pas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gate the gate naturally opened 所以当他把这个金卡 拿给天使的时候 这个大门 就很自然地打开了 as the gate opened it allows him to enter inside 那这个门打开之后 就让他能够 进入门内 and there he encounter a man wearing white robe 在那里我的弟弟就看到 一个穿着白袍的男士 and this is what that sister preached to my mother and I when I was ten years old that you could see a man his name is Jesus wearing white robe 那这就是印证了 那个姐妹 在我十岁的时候 向我妈妈跟我见证的 你可以看到耶稣 她穿着白袍 my mother and I did not see this vision 但是我妈妈跟我 并没有看到这个意象 but my twin brother he saw the vision he saw the man wearing white robe but his face was full of light 但是我双胞胎的弟弟 就看到了这个意象 他看到耶稣 穿着白袍 然后他脸上 充满荣光 and my twin brother the god so excited so he ran to Jesus 我双胞胎弟弟 就非常的兴奋 跑向耶稣 but as he was running to Jesus this is when he heard 那他跑向耶稣 的时候 很不幸 教会的灵响了 and the vision disappear 那这个意象 就结束了 so after the vision my twin brother share with me this vision 那他看到 意象之后 我的双胞胎弟弟 就跟我分享 这个意象 I saw Jesus 他说我看到耶稣了 and I cannot see Jesus if I don't give him this golden pass 他说如果我没有 给天使这个金色的卡 我就见不到耶稣 so he asked the pastor what is this pass so he就问传道 那这个通行证 到底是什么呢 and the pastor told him the past is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you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传道就跟他说 通行证就是圣灵 因为你得到圣灵 so my brother saw Jesus wearing white robe because he had the holy spirit so my brother he看到耶稣 穿着白袍 因为他有圣灵 as he shared with me his vision I was so jealous I was like I want to see Jesus 当我弟弟跟我分享 他看到的意象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嫉妒 因为我也想要看到耶稣 但是没有关系 if someone share with us if someone share with us a testimony 如果有人跟我们 分享这样的见证 and we also know that it is the truth 那我们就知道 这是真理 so when he shared that testimony to this day 34 years later I still not 34 years later 30 years later I still remember 所以当他跟我 分享这个见证 30年之后 我还是记得这件事 actually it is 33 years later I still remember his vision and his testimony 所以 30年 33年之后 我还是非常清楚地 记得他这个见证 Today I know that I want to see Jesus 所以今天我知道 我想要见耶稣 but we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we leave this place 但是我们不需要 等到我们离开 这个地方 we can see Jesus right now 我们现在就可以 看到耶稣 as long as we open our heart 只要我们打开 我们的心 charged by the Holy Spirit 让圣灵充满 我们的心 we can truly see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就能够 看到神的存在 we can see the grace of God we can see that Jesus working in our lives 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在我们的生活 当中做够 但是这些都只有 当我们邀请耶稣 进入我们生活之后 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要看见耶稣 需要属灵的眼力 而不是肉体的眼力 那这原则就是 要有这个心中的眼睛 也就是我们对耶稣 要有信心 我们要相信他 然后让我们的心 去顺从耶稣的教导 那在实践方面 我们就需要有 清洁的心 因为唯有透过 清洁的心 我们能够见到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到此 现在请温哥华教会诗班 来献诗 第十三节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在这些经节当中 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会拿好的东西 给我们的儿女 那我们完美的天父 肯定会把圣灵 赐给祈求的人 所以这节经节强调 所以这节经节强调 主耶神是非常愿意 把圣灵赐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求圣灵 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 就是向天父求圣灵 所以要得到圣灵 我们必须要敞开我们的心 那我们要谦卑自己 然后向主耶稣祈求 祂赐给我们这个应许的圣灵 这样圣灵才能够 进入我们心里 在我们里面居住 因为神的恩典 我跟我的双胞胎弟弟 在十岁的时候就得到圣灵 那我还记得我自己本身 是怎么向主耶稣求圣灵的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学习障碍 那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八岁的时候就来到美国 当时我的家里的环境没有办法去购买这个治疗的药物 那我的父母当时是在纽约市工作并没有健康的保险 那两年之后我们就这样来到真耶稣教会 那整个教会就鼓励我们祈求圣灵 那因为我自己知道就两年我都没有办法吃这个过动症的药物 所以我想说祷告求到圣灵 圣灵就会帮助我 但首先我必须要去求圣灵 所以感谢神的恩惠我就祷告 我就记得我向神祷告 神啊如果这圣灵是你的灵 如果这个灵是真的是你的灵 我非常非常的需要 我没有办法坐五分钟 安静的坐五分钟 我没有办法去听老师在讲什么 所以请你将宝贵的圣灵赐给我 就十分钟之内我的舌头就开始跳动 在这个之前我有感受到这个热气 那有一股暖流就从天下来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舌头 然后我就想灵言 就是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到了圣灵 那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还在祈求圣灵的 我们请不要灰心 神是非常愿意把圣灵赐给我们的 我们只需要谦卑地去向他祈求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祈求圣灵的到前面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祈求圣灵的到前面来 那还有想要祈求圣灵充满的也请到前面来 那我们会有圣职人员为我们按手 那请到前面来祷告